小米聊天和大家聊天 早前五月頭 有個天星小輪的船長 在渡輪裏面暈了 然後又走了 跟著死者的弟父說 原來死者當日已經連續開了23日工 原來他們這份工連續開了20多天 接著又放了5天 這個話題爭論之後 很多人都說了 究竟開了多少個鐘頭工 才不是過路 過路市 究竟有沒有標準工事 這個我從小到大都聽過 但是沒有做過 很多人都會說 這個 有人評論天星碼頭的運作 當然我這樣說 我又不是幫誰 這些事情是這樣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天星碼頭 我想現在都不是今天發生 這個工作的時間 在那久都有人做 很多人都會貪他的五六日假 連續放 可能人家覺得先苦後甜 可能人家喜歡這份工 最後為什麼過路 這樣就不得而知 當然都是很可惜的 這個 這個 整天都會有個調查 什麼 香港工作疲勞調查 這些 發現 很多人都做 每個禮拜都超過六成人 都說 很多人做 起碼做四十四個小時 一天 四十四個小時 如果你計六天來說 六八四十八不是很多 都是五天半 其實不是很多 有超過三成半人 超過五十個小時 有兩成 五十五個小時 五十五個小時 應該是辛苦的了 還有半成人 七十五個小時 我七十五個小時 可能他是老闆 我猜是這樣的 現在沒有 當然 究竟怎樣為之過路死 其實我沒有這些根據 怎樣為之過路死 那就辛苦了 你知道 其實 這麼多個節日 我認為最無聊 就是這個勞動節 勞動節 就是我們祖國 就是保障勞動人民 其實 香港 有沒有所謂保障勞動人民 不要浪費 從來哪會保障勞動人民 沒有這支國際場合 不要想這些 勞動節 最無聊 對我們來說 最大的益處是放一日價 就這麼簡單 接著 那些 借了大陸 五日黃金 下來消費 其實和勞動 所謂工作 根本就 掛不到歐 為什麼 香港 幾年前已經沒有什麼集體 什麼談判權 不容許這些 擔心這些 其實從來都是剝削的 無論你職工盟也好 工聯會也好 老實說 那些苦心自問 真的我不是得罪 我跑馬人 只是看往職 做了多少事情 是為勞工階層 發聲 而勞工階層得益 如果他們職工盟 或者工聯會 是很大勢力 很極 最低工資 都不會今年只有四十多元 四十多元 六十多元都沒有 搞這麼久 搞這麼久 說得到 連血都七十多元都沒有 是吧 今天還要等到兩年 強積金才沒有對沖 這兩年 怎麼知道兩年後 有沒有很多公司 搞這麼久 搞這麼久 你搞工運 基本上大部分都沒有哪次 工人階級 勝利也沒有 尤其是沒有這些例子 就是可能 以前可能年輕人 也有些什麼 暗糕糕走路上廣州 那些什麼 省港澳大罷工 已經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往後 由英治社會 英國統治到現在 我們回歸祖國 我們是一個勞動人民的光榮的國家 但是其實你看到的 永遠 不要說是國內 怎麼這麼說 剝削 沒有地位 你看到的 是剝削的 你在香港有沒有剝削 當然是有剝削 老闆都很適合 為什麼 因為現在香港拿著 全部都是老闆 所以我們經常都是 給人們感覺 我們是 我們不是 我們是共產國家 應該其實以火 就是馬列主義 我們其實應該以各 勞動人 人口 勞動人民 最應該保障 但是從來有沒有保障過 對吧 沒有的 你說那些勞福局 沒有的 你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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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每星期 其實做多少 做多少 做多少 其實沒有定 有些人現在 有四天半工作 周里見一間股票公司 我不知道有沒有 是有幾個小時 但他只是有四天工作 有間股票公司 即是每一次 廣告都喊了 吵了那個 那間 那是不是 回四天 你會沒有病 沒有痛 我不敢說 可能這四天很大壓力 這四天內 對不對 就是說一般 其實你說四十四個小時 至五十多個小時 其實不等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經常說 你是用什麼來保障到那些伙計 辛苦 你經常說 喂 過勞時代 現在當然是過勞 因為為什麼 現在的市 很多工種都沒有人做 但是不代表那些工不辛苦 是兩件事 沒有人做 現在做的工不辛苦 其實你自己知道 不過當然 你說世界衛生組織說 每工作 其實應該以每週工作五十五個小時 就為臨界點 因為他說這個群組 會有幾個小時 這個群組 他統計過全世界 是有三十九點八萬人 會死於中風 三十四點七萬 會死於心肺病 這個不知真還是假 所謂的超時工作 是對的 喂 從來OT 都是香港的特質 對不對 很多工種 香港都應該是有開工時間 沒有收工時間 你肯定走 這個也是的 你經常說標準公事 我這個也是從小到大 但是這些事情 你同意 就是2012年 勞工處曾經發表過 研究報告 就是標準公事 是吧 曾經有一個標準公事 什麼委員會 2012年 就是十多年前 那時候都曾經說過 究竟有沒有標準公事 或者提出你寫合約 那時候有沒有列明 不過吵了一定是老闆贏的 是吧 就是希望曾經政府打算辦事 就是希望你把合約 訂立公事 企業家和基層 訂立公事 到底有沒有說 那條實數 是吧 但是去到2018年 這件事 決定擱置 因為 他認為 不能夠 因為 他說很難定 那個 何謂標準公事 那這邊 這些也是 就是 老闆 適合的 是吧 你看看老強 明明別人都是血汗錢 因為你知道 老強之後 人工的加少了很多次 這是無可犯的事實 你有老強之後 基本上 很多地方都不加人工 因為他已經幫你加了5% 那裡計了5% 但是 其實這也是剝削了你 這是你加人工的大道理 但是 不要緊 最慘就是 到他雞糕你的時候 他拿了那些錢來賠給你 就是 其實你這麼多年 可能來了十年 其實沒什麼加過人工 因為他計算了 那個強資金的5% 那最後原來 你打算 當是那些交了 不是 最後他埋單 他就拿那些錢來賠給你 這個就是 香港最荒謬到 極點的事情 那你打算 你搞了這麼多年 最後 都是要去到2025年 那你不知道2025年是什麼 世界呢 現在很少了 你整天都到處打仗 那你怎麼知道是什麼環境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整天都是 說什麼都沒有 每天 這個 這個 勞動節 根本沒有遊行 其實沒有遊行 就對了 我說最厲害 搞什麼遊行都可以 千萬不要搞這些 整色整衰的勞動節 搞這個人 搞你老母的老闆 會不會出來 認錯 說他對那些 伙記很厲害 不會的 只有 不要說剝削了 只有他們認為 你要聽我 你不聽我 你就回鄉 一下 這個就是 整個打工的文化 當然 你現在打工 老實說 我不知道 有多少個老友 能夠說沒有 可以很厲害 不可以做 就不可以做 我不知道誰這麼厲害 不可以交租 老婆 和子女 不可以吃 自己都可以披菊的 有沒有這樣的老友 如果有這些老友 麻煩你 揮手 我承認你做 我承認你做師傅 是不是 現在加上 現在開始有很多壓力 就是你們不要做 我找外勞來頂 你 外勞肯定比你們本地勞工 你這樣出什麼聲音 工聯會 表面 一定會 我想工聯會 一向兩條腿 可能有些 就會責任 你們不要用這麼多外勞來 舒緩人手 不可以的 反對 另外一條腿又幫忙 這些行業 真的沒有人來做 究竟 是不是需要 我們需要活化它 職工盟 廢力也沒有工 我不知道現在還佳工 有沒有繼續 接工 即是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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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協 這些傳統組織 都說幫打工仔出聲 他們都應該有 這幾年 我少了 應該都繼續有 民政府拿錢 搞栽培訓 其實這些組織 表面就好像 很為打工仔著想 但他們其實都 因為民政府拿錢 搞栽培訓 也沒有說錯 但是 搞了幾十 搞了這些勞工福利 和 為那些 普羅大 打工仔 爭取權益 哪有可能 就是小孩子 聽過半斤白樑 你會聽的 是不是 出了半斤 你想拿出白樑 根本就是 你加錢的歌詞 浪費 你想回頭 真的全部都對 壓力大 工時長 待預測 不是很多人 有能力轉行 你要記住大圍 這些所有的事情 都是 叫做 我怎麼說 都不會說 我覺得整件事 你會覺得 是 沒什麼用 所以每一年 勞動節 我就覺得 最糟糕 糟糕 糟糕 從來 糟糕 火記會發聲 現在的勞動節 變了什麼 現在變了購物節 大哥 其實你是不是很反智 勞動節 用來做什麼 是因為五一黃金周 來香港找錢 搞旅遊 不想再是那些 糟糕 那些 那些勞工 怎樣 努力 就浪費了 是吧 很想 你沒有搞遊行 搞一條毛 嗎 最無聊是 真的搞 勞動節 我覺得 這麼多年 到現在 打工仔 有什麼時候 有得 有得 擦擦擦過 沒聽過 最好笑的是 我們是一個勞動人民 最光明的國家 有時候真的好笑 好了 今集小米聊天到這裡 接下來繼續和大家小米聊天